当然古堡很会调配方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用产品用起来就觉得 怎么堵堡的东西都很好用 后来我们就想说 要不要去看一下 在欧洲他们是怎么做保湿的 我们就找了很多 这种比较北纬度的品牌的 这个保湿产品 然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说 它的配方到底是怎么样去做保湿的 研究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配成这一罐蜜螺木 蜜螺木就是复活草 对不对 蜜螺木就是复活草 它是用大量的干油跟唇类 很多人说保湿是要用油 对不对 但是油它就会闷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我就不想用这个东西 尤其台湾这么潮湿 你如果油脂很高的话 你会不舒服 尤其是油性皮肤的人 所以它这个用这个唇类这个成分呢 它就是比油脂更薄更薄的东西 但是它的功能跟油脂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加了大量的干油跟唇类 而且干油也是很珍贵的东西 你知道也很多人做那个香皂的时候 其实是会把干油萃取出来 单独卖的 那做完之后 其实我们也是相当担心说 这个产品会不会不适合台湾人的肤质 可能适合我这种阿桑脸很干的 那如果是皮肤油的人 适不适合这一罐 结果后来我们就拿给我们厂内的那个小二板娘 小二板娘也是油性皮肤的 然后它也是一定都要 很干爽很干爽的保养品 它用了这一罐之后 它说怎么那么好用 它本来脸都会每天都会有一点一点痒的这个问题 就没有了 而且保湿就是从早到晚 这个怎么判断 就是当你脸上有妆的时候 你会出油对不对 它说这一罐因为有保湿的效果 所以它那个出油反而变得很不明显 比以前用那种干爽的保品更好 所以这一罐其实我觉得 让我们每个人都还蛮压抑的 不管什么样的副质 所以这一瓶是到目前为止 我听过身边的人都很好评的一个产品 那蜜罗木呢 它就是一种叫做复活草的东西 复活草这个植物是非常可爱的 它是生长在沙漠里面 然后因为沙漠就是有食有水有食没水 所以当你现在有水到没水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开始干枯 植物是不是会渐渐的死亡 变成咖啡色这样 它只要一遇到水 它就开始噓噓噓噓 它就一直吸水一直吸水 然后它就活过来了 好神奇 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个植物 所以它叫复活草 因为大家觉得它本来已经死了 为什么在这么 它已经干掉这么久这么久了 再遇到一点点水分 它又可以复活过来 它里面一定有它 厉害的细胞在里面 去支持它可以活这么久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复活草的成分 加在这一罐里面 加在这罐里面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这个保湿的程度 变得非常的好 OK